我是出的cosplay过来的 然后我是那个 出的盖勒特格林德沃 然后一会儿还会有一个 邓布利多过来 哈里波特全系列八部影片 10月11号起 陆续在影院开启重映 重映首日 记者来到北京一家影城看到 虽是工作日 现场观众席 依然保持了很高的上座率 我今天一共排了 八场阿里波特的影片 晚上的六点场和七点半场 这两个场 基本上都快爆满了 基本上是场场都是 上座率非常高 哈里波特 属于是在我们的童年里面 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分量 重映这个对我们哈密来讲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哈里波特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电影 看了有十几遍 十几年之后 重新回归荧幕 就会非常激动 然后就是特地来看了手影 魔镇 学院服 海格的小蛋糕 记者看到 现场不少观众 有着独属于哈密的观影仪式感 为观看电影做足了准备 穿那个少服嘛 破格罗斯的少服 就是第一部手影 带了魔杖 然后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仿装吧算是一个装面过来 更有点那种仪式感那种 穿了一件隔来分多的一个 悬院服的一个短袖 作为内搭在里面 因为在第一部电影里 有一个长久是海格 给哈里波特带一个蛋糕 然后今天来看这部电影 然后也买了这个小蛋糕 想在看电影的时候 然后一起跟哈里波特过生日 自1997年 该系列首部小说 《哈里波特与魔法石》 问世以来 《哈里波特》逐渐成为 全球顶级IP 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和青春 不少观众表示 重温电影也是在 重温自己的成长岁月 哈里波特他的生日 是在7月31号 所以在每年的7月31号 会给他每年写一篇 就是类似于生日祝福一样的 一些文字和图片 就像我在和他一起 经历一些成长 不断去拥抱这个世界的 这么一个过程 在我面临很多未知选择 或者说是在我想要退缩 在我犹豫的时候 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的 这么一个存在 幻想这个世界是 真正有魔法存在的 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 可以在那段男老的日子里面 有一点小慰藉 在我们看他们的时候 就自然会把自己的这种 心理年龄都会降到 在第一次看他们的时候 的那个年龄一样 再重成长一次 我觉得就是通过 哈里波特这个电影 就让我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学英语 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据影院经理介绍 后续每周将重映一部 影院还将配合 举办马拉松观影等活动 期待在国庆档后的传统淡季 提升观众消费热情 助力观众走进影院 八部影片全部上映之后 我们会在那个周末 举行全马拉松观影活动 什么叫马拉松呢 就说连续看系列剧 就是要看一天 一整天啊 是一个非常 可能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 要看一天的电影 神经感会非常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